男人重生空手套白狼开了网吧连锁 却被小卡拉米疯狂嘲讽 梁总 能不能采访一下你啊 关于电子游戏的定位人群 和青少年游戏成瘾事 您能做个回应吗 广大民众呼吁停掉电子游戏厅 听说那位母亲的儿子 把家里的钱偷了在你们游戏厅玩游戏 输掉了几千块积蓄 是不是真的 报纸一登出来 立马就有记者等在梁千平门口等的采访 搞得他都出不了门 另外一边 陆飞和童小军在娘家吃完饭 就去医院做产检 怎么这么多人赶着趟来的吧 让你别来 你非要来 在这排得排到天黑 你等会儿啊 你好 我要挂个妇科做检查 得排到什么时候 自己不会看吗 美女帮帮忙 这还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呢 你等等啊 我去问一下 真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妇科二号市 进去吧 好的 谢谢谢谢 小军 我们去检查 不用排队了吗 也不看看你老公是谁 好好好 你厉害行了吧 我接个电话 你先进去吧 喂 梁总 你好 姓陆的 你好样的 跟我玩这手 你在找死你知道吗 梁总 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 玩哪手啊 别谈谈跟我装算 别以为我不知道 梁总 我只不过是个小门户而已 开几间网吧讨个生计 没了生计我怎么活 党人财路有如杀人父母 这话梁总应该听过 你他娘的是要开几间网吧 四天开一家 你分明是要跟我抢饭碗 兴怒的 你真够狠的 你知道我要损失多少钱吗 老子每天都要损失十几万 我不过是拆了你个招牌 所以 我去梁总做什么事 还是三四二后行 你让我不好过 我也会让你过不下去的 正常的市场竞争 我没话说 输就是输 赢就是赢 但你要跟我玩赢的 我办法多的是 行 小子 你有种 咱们走着瞧 发育的挺好的 回去按时休息 饮食规律些 多吃补品 什么鸡鸭额要多吃一些 条件好点的 可以买一些补气血的营养品吃一吃 不要饮酒抽烟 保持质量的运动 对胎儿也有好处 好的 谢谢 谢谢医生 别别别 我们这有规定 没事的刘姐 你是我姐姐 刘姐 您留个电话给我 后面还少不了要麻烦姐的地方 那刘姐你先忙 我就先回去了 好好好 能不能不喝鸭汤 闻着味儿想吐 那我去搞点别的 还是别了 真吃腻了 肉长了一圈了 这个时候就是要多长点肉 不然营养跟不上 我猜不 长胖了就变形 你不要我了咋办 胖点好 胖了有手改 干什么呢你 流氓 店里的主管 叫我们文案部的几个人 过几天聚餐 我正考虑要不要去呢 这有什么考虑的 去啊 去得花钱了 而且是去什么大饭店 估计不便宜 没事 不就一顿饭吗 咱们家也不差 去 我也去 让我跟着长长见识 把你那抠嗦的心态放回去 以后可是要当库太太的 从现在开始练起 你这段时间 真没去找别的女人 没有啊 才不信 真的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 其他女人在我眼里 就是一坨屎 咦 你好恶心 是不是憋得难受 啊 还好吧 只要不去想就没事了 医生跟我说胎儿很稳定 那个 应该没事 哪个 你 没什么 睡觉了 嘿嘿 睡觉睡觉 陆飞 老子跟你不共待天 梁总 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他俩也想知道怎么办 梁的 原本以为我这擦边机子 还能铁一段时间 没想到陆飞会抓住这个点 搞出那么大的新闻 现在游戏厅的热度下去了 那些学生被家长们管控的言 我们要把热度提升上去 去 找一家报社 搞一场是九七拳皇争霸赛 把热度炒上去 冠军奖利一万块 第二名 第三名奖利五千 另外 前三名者 可以参加接下来的省全皇联赛 省冠军奖利十万块 接下来举办全国大赛 奖利一百万 省联赛 全国大赛 我们出那么多钱 不亏死 哎呀 就是个学道 回头我跟省电子游戏联合商会商量商量 不就搞起来了吗 而且 我也没说什么时候办赛 只是要把热度炒起来 可是这个时候 民众还在呼吁抵制电子游戏呢 我们现在就搞 是不是会引起众诺 你懂啥 我就是要告诉民众 打游戏也能当饭吃 知道什么叫电竞 这是一个行业 不是只有玩了 懂吗 好 我这就去找报社当 九七拳皇争霸赛 报名截止时间 四月二十七号到五月一号 奖利一万元 我去 一万块这么多 搞得我都想去报名了 飞哥你知道的 我去绝对拿前三 有那个时间 多赚多少个一万了 也是 飞哥这比赛弄出来 我们也会受影响的吧 这段时间生意 会带一些肯定的 不要急 心急吃不了大豆腐 对了 网络游戏现在最火的 是不是红锦和反恐精英 对 来上网的九成的人 都玩着的 飞哥 你意思是 我们也举行一个活动 是有这个意思 不过别急 等他们的热潮退一退 而且我们现在门店太少了 现在搞影响力太小 看来你的这些同事 还是挺舍得花钱的 来这种地方 谁知道呢 我们进去吧 要迟到了 童小军来了 旁边那个男人是谁 还穿西装呢 他男人呗 你不是见过吗 整天游手好闲 废人一个 之前还到我们店里去闹腾 跟童小军要钱 你忘了吗 啊 还真是 穿得人模狗样的 我差点没认出来 不是听说徐经理 跟他走得很近的吗 我还以为 他要跟那个废物男人 离婚了呢 原来没理啊 谁知道呢 我是看出来了 徐经理对他有意思 不过他还把自个男人当宝贝呢 这不是傻吗 徐经理又帅又多金 要是看上我 我立马倒贴都行 小兰 你也是 叫他来干什么 他日子本来就不好过 再说 他男人什么货色 万一被人认出来 跟这种人在一个桌子吃饭 脸都没了 乌图管好 你好 我是 不用介绍了 赶紧坐下来吧 我擦 这女人什么货色 鼻孔这么潮天 这么嚣张 身价好几十个亿 就算是老子也不乐意伺候 小军 你们吃 我去厕所 陆老弟 张哥 你喝不少 脸红脖子粗的 没办法 我们老板请人吃饭 我就是个挡酒的 还好我酒量还可以 要不然早就瘫了 老弟 十一号店也已经在班了 明天我就入手装修了 放心 耽误不了你的事 行 张哥做事 我放心 对了 老弟 那个 款子 最近有点拖沓 怎么 苏婉没给你打钱 不是不是 打了 就是拖了几天 没事 没事 那怎么行 拖谁的也不能拖张哥的钱了 我现在打个电话给他 哎呀 老弟 我就是随口一说 可能苏婉小侄女比较忙呢 对吧 你这个电话打过去 不是让我尴尬吗 啊 你说的对 放心 钱肯定一分不会少的 张哥帮我这么打忙 哪里的话 都是兄弟 老弟 我先过去了 还得喝一轮呢 行 改天我们和老苏也喝一顿 就等你这句话呢 任总 我跟你说的那个陆老板在下面吃饭呢 一会儿咱们要不要过去喝一杯 那个买三十家门店那个 对 是他 知道了 你再跟卢行长喝两个 把他喝高兴了再说 一会儿趁他上洗手间 我们再过去 什么素质啊 公众场合抽烟 你指望一个二混子能有什么素质 早知道童小军来 我就不来了 简直掉档次 小兰 都是你 我也不知道他会和他老公来 要不给他们打包一份 让他们回家吃算了 哟 还真热闹 看来他们的老公都来了 钱总最近在哪发财 嗨 发什么财啊 二十万都赔出去了 这年头生意不好做啊 段总的生意才稳当 那个谁 没见过吗 哎呀 他是来蹭饭的 你们别管他们 来来来 吃饭吃饭 就是估计也就靠着点后脸皮 来见识见识这大酒店 各位 聊什么呢 聊点商界的事 不知道陆总在哪发财啊 也没发什么财 就是买了十几个门店 随便玩玩 哈哈 你想把我笑死 然后继承我的遗产吗 那可轮不到你 留也是留给我老公 小军 快让他少说两句吧 别丢这个人 原来陆总是大老板啊 你的大名 我可是如雷贯耳 厉害厉害 不过 男人 穷可以 但不能整天靠吹牛逼过日子 年轻人 要脚踏实地 还不快 谢谢钱总指点 这个年头 谁愿意跟你讲这些道理啊 都罢不得你穷呢 我都不知道 你们的优越感 是从哪来的 你说什么 男人重生空手套 白狼开了网吧连锁 却被小卡拉米 疯狂嘲讽 我说 你哪来的优越感 赚了几个钱 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你有多少钱 一个亿 还是十个亿 靠着运气赚了点小钱 就在那人五人六的 给你脸叫一声钱总 不给你脸你算了鸡毛 呵 是不是给你脸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有资格跟我坐在一块吗 童小军 你什么意思 对不起啊 他喝了点酒 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没喝酒 我就是看不惯你们这帮人 自以为是的嘴脸 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有多牛逼呢 哼 听陆总的意思 我们这帮人您瞧不上眼 来跟我们说说 你身价几何 一个亿 还是十个亿 开了什么公司 给我们上上课呗 呦 这么热闹 任总 您怎么过来了 你好你好 你是 任总 我们公司的建材 有一小部分 是在他那边采购的 采购部的跟他说 哎呀 我不知道任总也在这吃饭 不然怎么样 也要去敬你一杯 怎么能让您过来呢 任总您太客气了 任总 陆总在这呢 陆总 哎呀 小张跟我说 陆总有多年轻 我还不信 这回可算是 见着真人了 幸会幸会 任总 您是不是认错人 这个小子就是个二混子 靠老婆养活的 陆总 什么情况 一群跳梁小丑而已 来 任总 张哥 我敬你们一个 看来这几个小卡拉米 把人家陆总得罪了 哎呀 陆总好酒量 跟陆总第一次喝酒 我也不能怂了 干了干了 我也干了 任总 张哥 你们忙着吧 我也走了 跟着帮傻逼完不来 挣了两个钱 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老婆 咱回家 陆总 这待着不舒服 我们到包间去吧 正好带你认识个人 对对对 我们一起喝几杯 添两双筷子的事 一起做下来认识认识 以后有机会 大家合作合作 不了 今天没什么心情 下次吧 好吧 那改天 马秘书 你叫我干什么 我老板的客户 你都敢得罪 我看你是活腻了 闲钱多 滚蛋吧 马秘书 马秘书 老婆 完了 这下来了 你就是这样帮到忙的吗 我也不知道啊 他以前就是个小混混 我给你们害死了 陆先生 好巧啊 陆航长 好久不见 哎呀 陆先生客气了 一起喝一杯杯 不了 吃饱了 下次吧 下次我请 这样啊 真是太可惜了 这么好的机会 那我送送你 陆航长太客气了 不客气不客气 以后还要仰仗陆先生 多多支持才行 小张 看到没 陆航长对陆总 也是这么客气 以后他的事上心点 任总放心 陆总交代的事 我都是亲力亲为的 怎么了 这么看着我 你这阵子在外面 到底干了什么 开网吧呀 不跟你说了吗 你别装算 我是很认真地问你的 我也是认真地回答的呀 不可能 你开个网吧 这么厉害的吗 连地产商的老总 你都认识 还认识行长 他们都对你客客气气的 你一个开网吧的小老板 有这么大的能量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可能我在他们面前 吹的牛逼有点大 他们信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不信 真没骗你 不过 以后你老公是亿万富翁 肯定是真的 或许他们也看出来 你老公我是人中龙凤 鬼扯把你救 心里压抑已久的这口气 总算出了 我家老公有本事了 相信以后我也能自信起来 虽然97拳皇争霸赛潮得火热 但这不用担心 这不过是电子游戏市场 临死前的反扑而已 真正担心的是 资金支撑不到 9月份传奇开服的时候 不单单要维持门店的营业 还要不断地扩张 争取在9月底传奇游戏发布之前 把门店扩张到50家以上 然后再用一个月的时间 并齐50家 形成真正的百电连锁 倒是在网吧的市场 就有了绝对的话语缺 喂 苏婉 这几天营收怎么样 不太好 昨天1号门店颗粒无收 2号店也才300多 10号店收了2万多 相比之前新店 同时间段的营收也差了不少 现在账上还有多少 算上10号门店的抵押贷款 刚拿到的12万 现在还有56万 不过马上还要付房款21万 我们剩的钱不多 行 我知道了 辛苦了 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说什么 你有事吗 没什么 你忙吧 实在不敢跟苏婉走得太近 真怕自己会情不自禁地爱上他 飞哥 你终于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知道你辛苦了 这不打电话过来问问问你吗 可别了 最近可不太好 梁千平那个新兴的搞的比赛 把我们的生意抢走不少 我正想着要不要去砸了他招牌 别干他没脑子的事 你正常扩电 生意的是我来想办法 没问题 正搞着11号店呢 张智阳那边跟我说 12号店的位置也确定了 明天都可以装修了 我们要不要等一等 我听苏婉说 账上的钱不充裕 不用等 尽快扩 总之先开够30家再说 行吧 那先这样 我先忙了 喂 董编辑 你好啊 陆先生 好久不见 客气客气 我呀 想做一些宣传单 没问题啊 小事情 陆先生想怎么弄 反恐精英你知道不 知道 一款游戏 知道就好 你把反恐精英的封面上 打上我飞鱼连锁的广告 活动 门厅地址 弄个一万份 然后让人运到我的十家门店去 一个门店放一千份 宣传业尽量做得炫苦一些 没问题 那就这样了 你先忙 回头有空请你吃饭 等一下 陆先生 还有事吗 那个 陆先生 您那个要起还办吗 办啊 不过最近没空 得拖一拖 而且也没有人啊 这个年头不是有钱就能办企业的 办企业最重要的是人才 怎么 你有合适的人介绍给我 对 我有朋友有意愿来复程发展 陆先生的打算真的是投资十个亿 对啊 十个亿是出息投资 后面还要追加的 等我忙完这阵子 我就准备拿地了 我这比较忙 先挂了呀 大鱼上钩了 估计是董伟的内心现在挣扎得很 飞哥 自从开了网吧 我每天都跟做梦一样 这都开了十一家店了 这才拿到哪 对了 我印了一万份传单 发放到了各家门店 你通知下去 每个店一千份 让他们想办法找人 到学校附近去发 该干活了 传单这倒是个好主意 你回头跟各个店长通知一下 每家门店在这一个礼拜 至少营收三十万 超过三十万部分 店长可以拿一个点的提成 要是超不过三十万营收 让他们卷铺盖走人 真没想到 举办一个九七拳皇大赛 营收提升了两成 那些博彩机子 也开始慢慢的调大额度 算是能把之前的损失 给挽回回来了 杨总 麻烦了 这两天学校附近的大街小巷 满天的反恐精英的宣传单到处飞 我们的营收直线下降 电脑游戏 是的 最近很火一款游戏 妈了个八子的 肯定也是陆飞在搞的鬼 应该是 现在他所有的网吧都爆满了 继续给我盯着他 我回来了 怎么了 你怎么又愁眉苦脸的 谁欺负你了 你能不能跟那个大老板招呼一下 让他们继续用吴姐家的建材 他家的公司业绩缩水了七成 把他老公头发都击白了 你心又软了是不 你想想以前他们是怎么对你的 赚了点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你呀 别老想着在乎别人 你越在乎别人 自己就会越卑微 你难道忘记了那天在饭桌上 他们那副丑陋的嘴脸了吗 这个忙 我可以帮 但不需要帮 因为他们对我来说 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生意丢了也是他们自找的 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 告诉他们以后不要狗眼看人低 我知道 但都是同事嘛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这个心软的毛病的改一改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你要是这次松了口 下次还有人找你帮忙怎么办 开口跟你借钱怎么办 你是不是都要点头硬着 那你以后可有的烦了 这样吧 你就说这个是你老公气着呢 跟你说没用 他们想让我帮忙 让他们过来找我 往我身上推 行了吧 好吧 明天我们换个房子吧 把我爸妈接过来 这一阵子我会很忙 照顾不到你 不用那么早 差不多了 你总不能让我找个保姆吧 找保姆 浪费那个钱干啥 就是啊 我爸妈这一阵子在家 也没什么事 也是时候把他们接过来 想想福了 我也要告诉爸妈 你们儿子长大了 争气了 不用再操心了 陆老弟 你先忙着 你的十二号店那边 已经装修好了 我把机子运过去 给你全部调试好 明天就能开业 行 改天请苏老哥喝酒 陶子 这里安排好了 你就去十二号店 没问题 那个陆老弟 那我也先走了 我跟中原街那边的老板谈好了 下午去交接一下 让他们尽快搬走 马上给你安排装修 两天的时间足够让你 把机子搬进去 三天开业 没问题 张哥你忙着 对了 张哥 我想搞套房子住住 你给我留意一下 买房子 好啊 陆老弟 涉阳湖畔 湖景别墅怎么样 好家伙 这家伙还真敢说 一张口就让我买别墅 真当老的是冤大头啊 别墅啊 陆老弟 这可是个好地方啊 背靠市中心 前面就是湖景公园 设施应有尽有 别墅而且是装修好的 零包就能入住 方便 绝对是好地方啊 湖畔别墅 那里的三十套别墅 还空着一大半呢 陆总能买一套就好了 都三年了 为什么卖出去一套呢 男人重生空手套白狼 开了网吧连锁 回家 才发现老父亲被人上门欺负 那里的别墅多少钱一套 好说 三层别墅本来卖一百万 因为是连装修的 别墅装修也装了不少 给别人那是两百 给陆老弟嘛 我给任总打个电话 一百八你拿走 哈哈 张哥 你不地道啊 把卖不掉的房子推给我 怎么会呢 陆飞怎么知道 湖景别墅那边的房子 卖不出去的 湖畔别墅拿到就是赚到 怎么可能卖不出去呢 张志杨这话说的倒是不错 湖景别墅的确拿到就是赚到 而且后期湖景周边 还要开发重点学校 医院 影院 房价也都炒发了天 不过那是以后 张哥 你还是别宽我了 你觉得我买房子 会不了解行情吗 什么事都瞒不过陆老弟 的确 湖畔别墅是不太好卖 但一百八十万 绝对值这个价的 行了张哥 我知道张哥肯定不会蒙我的 你说值那一定值 不过你也知道 我的计划是要今年十月之前 开百家连锁网开了 如果周然搞一套别墅 我怕中间这个钱 他周转不开啊 所以别墅的事 咱们还是缓一缓 你看成步 这样 你给我搞一个正常的三居室 买来个平方的就行 行 行吧 是给你送过来 直接拎包入住就行 房产证什么的 回头我让人 直接给你一手办好 也给你送过去 行 麻烦了张哥 我记得设量护盘的三十套别墅 会依赖一个不一样的春天 不过这段时间 一直到明年的春天 都是任常清晖案的时刻 后来是王副健拉了他一把 买了他设量护盘的二十套别墅 不仅如此 另外十套也被他买了过来 或许自己可以从这里玩一手 他娘的 那可都是钱 整整翻了三十倍啊 小军 今天早点回家收拾东西 我们要搬家了 东西都搬过去了 小军 我们走吧 陆飞 我有点舍不得 毕竟这里是我们待了四年的小屋 虽然不大 但这里面有着很多我们的回忆 是啊 不知不觉在这住了四年了 我们要向前看 走吧 张姐 你怎么来了 知道你们要走了 来送送你们 怎么说也是赚了你们四年的房租 还有 上次的事是我过分了 我向你道歉 没事的张姐 我早就没放在心上了 行了 天还早 走吧 以后有空回来 我请你们喝茶 行 张姐再见 好大 是不是有些浪费了 这还大 以后我爸妈一间 我们一间 小宝一间 正好够用好吗 先将旧的住着 等明年我们换的更大的 还要换个更大的 那当然了 你爸妈 小林 到时候搬到一起住 那这样合适吗 你爸妈会不会有意见 人多是非多 没事 到时候多买几套 怎么了 我们复婚吧 好 我等很久了 飞云那边怎么样了 十二号店在青草巷 已经开业了 生意很火 十三号店在陆远大道 明天开业 青草巷那边 我们的几家游戏厅 营收缩水了两场 这么快 骂了个八字的 如果一年前七八十家店的时候 停止扩张 转线网络游戏 现在完全有资本 把陆飞玩死 现在实在是抽不出资金了 你出去吧 我休息一会儿 对了 你去找人查一查 这个陆飞到底是什么来头 弄清楚了告诉我 好的梁总 在这之前从没有听过陆飞这个人 他似乎是突然冒起来 如果这个人没什么来头 或许还有办法 但如果背后的关系复杂 那就只能干瞪眼了 一开始不明白 陆飞为什么需要渐渐的拖欠房块 现在似乎有点明白了 因为早就预料到未来他会非常难过 门店开得越多 公司付借就越多 这都第十三号店了 现在我就想看看 陆飞怎么解决的结 最近梁千平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倒是没听说 那个什么拳皇大赛搞完了 说接下来会筹办省联赛 不过对我们没什么影响 你们聊着 我进去再收拾一下 明天开业弄干净点 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 事情在往我想的方向走 有什么可担心的 可是随着时间的拉长 你一定会入不敷出 现在每个月的固定支出都已经有十万 门店还在扩张 到后面二十店就是二十万 三十家店就是三十万 到时候别说赚钱 拖都能把你拖死 那就加快速度 让时间缩短 不拖就行了 什么还要加快 嘘 别一惊一乍的 既然拖不起 就不能拖了 十四号店的房产证是不是到手了 对 我准备去把钱带出来 这几天我要出一趟远门 你和涛子继续扩张门店 尽快扩 你要出远门 对 有点事要到外地处理一下 对了 能不能借你的车用用 坐车出去的话不太方便 行 把这几张单子签了吧 我明天把房款和货款付了 哎呀 差点忘了重要的是 把车钥匙给我 赶时间 这几张单子签一下 不急 等我回来吧 张哥和你爸不会说什么的 就是我过几天回来就打给他们 什么事那么急 几秒钟都等不了 咦 飞哥 飞哥 我就在里面呢 你给我打啥电话 我已经走了 走了 去哪了 陶子 这几天我会离开一段时间 你和苏婉好好配合 尽快扩张门店 计划书里的门店地址都有 顺便告诉张志阳和苏鸿城 让他们加快进度 行 我会办好的 还有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苏婉拿给你的房款 货款的汇款单 一律补签 懂不 补签 为啥不签 别问那么多 不签就对了 行 我知道了 飞哥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行 先这么说 你把这几张汇款单签一下吧 该打款了 怎么飞哥刚说完 他就来找我签字 这什么情况 还是按飞哥说的办法 飞哥没签字嘛 说有急事 借我的车走了 不过我跟他说过了 你签了吧 我要把账目整理整理 那不行 怎么了 这些账目啥的我也看不懂 啥事都是飞哥做主的 必须要让飞哥确认我才能签 怎么了 你还怕我坑你呀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别误会 您好 您播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后再播 怎么关机了 行吧 等他电话开机了 我让他打给你 没问题 现在越到了后面负债越多 在门店被割过韭菜的情况下 不可能拿得出钱去运转的 所以只能拖了 连拖带片 把张志阳和苏洪诚一起拉下水 甚至把任长青也绑在一起 自己特娘的 好歹带着未来二十年记忆的人 捞钱应该是个很简单的事 可事实却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回来了 都快十一点了 怎么还没睡 我在读书 我听人家说什么胎教 读书的时候宝宝也会读 可以提高他的智力 这不扯淡的吗 怎么了 怎么这么大一股香水位 没什么 老子是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吗 怎么 哪里不舒服吗 是有点不舒服 我睡了 你也去洗洗吧 早点睡 明天还要上班呢 对了 明天你别上班了 请假吧 你跟我回一趟老家 在家里住几天陪陪爸妈 怎么这么突然 也不算突然 你这个情况上班也不方便了 等回来的时候辞掉吧 在家养着 听你的 女人 是不是有时候就会这样 没事来点小情绪 调解一下夫妻之间的气氛 我肯定完全摸不着头脑 这车哪来的 为了突方便 借他 你就这么回去啊 不然呢 不买点礼物什么的呀 两手空空回去像什么样子 还是我老不想的周到 走 买礼物去 上车 回家 好大一股香水位 原来香味是从车里沾来的 看来我错怪他了 回家 这是谁家啊 真出息了 都买车了 会不会是后村儿的二赖子 那小子听说在外面出息着呢 跟人家老板后面开车 一年挣好几万呢 不可能 二赖子就是个司机 他敢把人家老板车开回家啊 这车好漂亮啊 走 去打个招呼 看看是谁 咦 这不是大飞子吗 大国个儿子大飞子吗 真的假的 他买车了 不可能吧 大国还欠了一屁股债呢 就是 这大飞也太不知道好歹了 外面欠了赌债 逼得大国卖了城里的饭馆 给他还钱 这会儿 自己倒是开个车回来了 旁边那的是他媳妇吧 还没离呢 你这话说的 可能大飞出息了呢 你瞧瞧这车 可不便宜呢 哎 大飞回来了 是不是为了他爸 差点被打的事 有可能 不然怎么突然回来了 小飞 妈 我回来看你和爸了 你怎么回来了 小军也回来了呀 妈 我和陆飞回来看你们二俩了 哎 臭小子哭啥呢 哎哎哎 好孩子 你快起来 没事 我高兴的 妈 我爸呢 我回来听村头的人说 爸差点被人打了 怎么回事啊 他在村书记家里呢 听李玉琳这么一说 陆飞明白了的大概 一切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 为了替陆飞还债 当时陆国锋到处借钱 虽然借钱难 但到底也借了不少 其中就有他表姑家 陆国锋跟他们家借了三千块钱 本来以为一场亲戚 念及勤奋才借了这三千块钱 陆国锋是真没想到 头一掉 这表姑一家 打起了他家吉姆田的主意了 说是不还钱就拿弟弟给他们 这陆国锋怎么可能答应 老两口就指望着吉姆地生活呢 这要是被人拿走了 不是让他们老两口去死吗 这几天表姑一家子 天天来家里吵 来家里闹 搞得陆国锋狼狈不堪 连也丢尽了 表姑一家什么难听的话都说 陆国锋气不过 拿着锄头碾了好几回 可是没用 然后表姑一家子全都过来了 要打陆国锋 这才闹到村书记那边去 陈书记说帮着给商量商量 我要跟过去 被你爸吼回来了 他骂了个八子的 找死 为了三千块钱 就这样欺负我爸 谁给你们的胆子 请不吝点赞订阅